斯林位在明十三陵西南渝的鹿马山 这是明朝最后一位皇帝朱友简的陵墓 规模相对小一些 只有响殿三营 由于这斯林并不对外开放的 大陆寻奇这回特别为大家争取到拍摄的机会 这里是明十三陵中的最后一陵明斯林 他埋葬的是明斯宗崇祯皇帝 可以看到可能是因为自然的因素 或是时间太久远了 除了金鼎之外 其他东西都已经不复存在了 当时从宗皇帝明斯宗 在锦山上致敬的时候 有一位一直跟随他的太监 王承恩也跟着他致敬了 所以后人就将这位太监 埋葬在斯林的右手边边上 让他可以继续伴随着皇上 在斯林看不到林恩殿明楼 放眼过去 只有十五贡跟墓碑 不过这儿的十五贡 也跟其他林寝有所不同 是什么原因呢 原来崇祯皇帝在位期间 并没有为自己建造林寝 所以这里原本不是他的林寝 他是为贵妃田氏所兴建的 随着清军攻入北京 崇祯自艺 草葬于此 最后有清朝装修 自然不会大兴土木 还融入部分的清代风格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 明十三陵中的定陵 定陵是明朝第十三任皇帝 神中万历皇帝的灵寝 而定陵的墓穴地下宫殿 也是唯一一个被挖掘出来的 透过这里的地下宫殿 我们就可以了解到 整个明十三陵地下宫殿的规模 以及埋葬的文物等等 这神功圣德碑呢 是用来记载皇帝的一生功德 过了这个定陵的大门之后 这里应该是林恩门所在的位置 可是却没有看到 本来应该有的林恩门 这个林恩门和后面 咱们林恩殿也是看不到的 林恩门和林恩殿 是在经过三次大火的烧毁 就形成现在的遗址 看着地面上一个个圆形的基座 可以想象当时的林恩殿 是多么的雄伟壮观 这个龙头好特别 它有什么特别的名称或蓝油吗 现在您看到的这个怪兽叫吃手 它又叫吸水兽 是龙的九子之一 这个把它放在这台积上 是用来排泄台积上的雨水的 据说它下大雨的时候 这些吃手都会形成千龙土水的机关 非常漂亮 这是通往明楼的台阶 气势非凡 毕竟万历皇帝 是明朝在位最久的皇帝 曾经有一番作为 史称万历忠心 可惜晚节不保 经常罢朝 致使国事日衰 史书甚至评论明朝之王 非亡于崇祯而是亡于万历 在前往地下宫殿之前 两旁展示着地下宫殿出土的诸多文物 有金酒壶 金盆等各式的黄金用品 还有由大小玉珠串成的玉佩 玉龟 玉隔代等玉制品 总共出土文物高达三千多件 这几只镶嵌珠宝的玉花蝶金毡 让参观的女士们 各个看得目不转睛 这些文物反映当时的工艺水准 还有工匠的高超技术 这里有一顶做工非常精细 而且我觉得它整体线条非常美的金冠 这个也是在地下宫殿里面发现的吗 对 您看到的这个金冠是放在皇帝官国内 它的尸体的那个头的旁边的 这个金冠是国家一级文物 通高24厘米重826克 全部是用极细的金丝编制而成的 由于工匠的记忆纯熟 这个整个金冠上是没有任何小节 看上去薄如青纱 它是皇帝夏天代的夏凉帽 地下宫殿只出土一顶 堪称国宝 至于凤冠 则以珠宝来凸显它的不凡 这顶凤冠好漂亮 上面满满的都是珠宝 有珍珠 有蓝宝石 有红宝石 这个做工事好精细 这顶是谁的凤冠 这顶凤冠是孝敬皇后的 九龙九凤冠 九条金龙和九只翠凤 龙凤军口贤宝珠串氏 这个凤冠是重2320克 四斤六两的 它是皇后在侧封 夜庙朝贺等重大活动时才待用的 平时是不带的 这个金龙是用金丝编织而成的 凤是用翠鸟的羽毛粘接而成的 雍容华贵的凤冠 几好的体现出了明代皇后 母仪天下的威仪 在定陵 明楼的后方则是目前唯一被开启的 明十三陵地下宫殿 咱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左配殿 打开地宫的时候 这个左配殿里面并没有任何 陈设明朝早期有活人殉葬的制度 这个左右配殿就是用来放殉葬妃子冠果的 后来在明代的第六代皇帝 英宗朱祁正在临死之前将这种制度废除 定陵的牧主人是明朝的第十三位皇帝 遵从祖殿没有采用活人殉葬 而是采用了牧用来为他陪葬 虽然说这种活人殉葬制度废除了 但是老祖宗规定下来的临寝规制已经形成 他不能随便地改动 也就是说从第六代君主开始 这个左右配殿只是象征性 里面并没有任何陈设 而地后真正的棺果是放在后殿的 一会咱们走进后殿是会看到地后棺果的 定陵的建造历时六年完成 耗用白银八百万两 是十三座明代皇陵当中 唯一进行过考古工作的陵墓 这个棺果最中间最大的是万历皇帝的 古人认为左为上右为下 所以左手边是他的原配皇后孝端的 右手边是九年之后被追封为皇后孝敬的棺果 咱们看到的这种小箱子一共有二十六个 它是用来放陪葬品的 箱子和棺果全是复制的 真正的箱子在打开地宫的时候已经腐烂了 棺果还是好着的 真正的棺果和尸体在文革的时候 被红卫兵拉出去给烧了 所以咱们就没有保存到了现在 定陵地下宫殿 位在地下二十七公尺的地方 由入口到后墙长达八十七公尺 规模相当大 从万历十二年开始新建 在建成的时候皇帝只有二十八岁 以搁置就是三十年 一直到五十八岁的神宗崩架才启用 一九五零年代为什么会选择定陵 考古挖掘 也许别有用心的 一来它是明十三陵当中 规模最大的三座陵墓之一 再者呢 从明代历任皇帝的作为来看 死后最该遭受掘墓的 恐怕也是非万历地莫属 试想他十岁即位 二十五岁呢 就开始不离朝政 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 偏偏他的命又特长 给他当了四十八年的皇帝 好好的大明江山 就这么被他给毁掉 如今笑看所谓的万历中心 无非是能臣当枪手的一场大戏吧 下段 谢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